各位,今天繼續講美國 我想這個節目主要是集中講美國 剛剛新鮮熱辣,亞馬遜 沒有筷子,亞馬遜夠快 一訂就有了,這本最新出的書 剛剛是白宮最忠誠的特朗普顧問 一位學者,Peter Navarro 在8月的時候寫了這本新書 剛剛在美國做簽名會 但我這本書就在他簽名會之前寄出了 所以就沒有他簽名的 我有機會看到他叫他簽名 這位學者,亞馬遜 有一件事值得要說 他寫過一本書叫Death by China 還有他出了一個紀錄片 裡面說的就是很簡單 作為一個學者研究的身份 就是講美國的和中國的雙邊貿易 如何傷害了美國 那裡面的東西 我想大家如果看回 川普所說的 所有的東西 由他上任 由他參選開始 2015年開始 他從來都沒有說 中國的領導人是壞人 又沒有說金正恩是另一個在玩遊戲 但是他不是說中國做錯了什麼事 他說中國是一個對美國 有一種企圖戰略目的的國家 在這個戰略目的 如果美國是不做一些應對 美國就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其實如果用黑幫來看 只是一個比喻 每一個黑幫之間 你看看教父 他們都是為了利益互相鬥爭 我們叫做Families 就是那些Mafia 他們那些好像一個家族這樣經營的 其實你沒有 在撇除了那個是非觀念之外 其實你一定要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生存而奮鬥 如果你身為這個家族的掌託人 你就幫了另一個家族做事 那我找你出來做教父做什麼 是不是 但是當然 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奮鬥 美國這個國家 就是有他本身的立國精神 以及他的核心價值 那這件事是什麼呢 我們就要好好去面對 去思考 去看看有對還是錯 應不應該珍惜 應不應該保留 對全人類來說 這件事意味著什麼 是不是 所以分開兩樣來看 就是歷史和現實 這本書 其實我都不需要複述了 如果大家看我過去兩年來的對美國的分析 其實我雖然不認識這位Navarro 但是我所說的東西 和他大家可以說都頗有共鳴 關於全球疫症 關於貿易戰 和關於2020年最關鍵的一件事 對於2020年這個選舉 美國的大選的看法 關於這個貿易戰就不用說了 美國不只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特朗普的政府 美國這個貿易戰是針對所有的國家 因為你用美國的利益去先的時候 就看看所有的國家 所有國家都是朋友 我們美國不會跟你打仗 這就是特朗普帶出來的信息 就說過去的美國政府 窮兵獨舞要做國際警察 我們不要打仗 我們要加強我們的軍事的力量 是為了自衛的 因為美國要強大 但是美國要結束無謂的戰爭 我們不說戰爭 在和平的世界裏面 在國際的雙邊貿易裏面 是要有一個公平的原則 不是說自由貿易 而是公平貿易 兩樣東西有差別的 就是這個自由貿易 也就是說人家將那些廉價的貨物 無論那個國家是怎樣去生產 是怎樣去傾銷 合不合理 就是不需要你 總之就扔下去美國 然後破壞了美國的市場 令到美國的製造業陷於畢竟 這是一種說法 但是他這個說法就說 如果我要制止你這幫人 這樣廉價傾銷你的產品 我一定要限制你的貨物的入口 很多人就說自由貿易 但是他看不到公平那樣東西 如果那樣東西對我的國家有利 我為什麼要讓你完全沒有限制的進來呢 是不是 沒有可能的 那這個我要講的美國的歷史呢 其實是跟貿易有關的 那我下一步說 那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將那個利益 擺在最前頭 將自己國家的利益擺在最前頭 什麼利益呢 不是那些大財團的利益 而是一般國民的利益 美國或者任何國家都沒有可能 自己那些人不是生產 將那些製造業全部呢 是外判了給其他人的 美國有三億多人 是不是 如果將那些製造業 外判了給其他人 那美國那些人吃什麼 是不是 沒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說那些大資本家 其實他們不會理的 是不是 就是譬如說 就是通用電力 這個福特汽車 或者IBM 或者任何一家美國的公司 他們 最重要就是他們公司賺錢 那如果他們的生產 就是Wallmark 是不是 我的生產不在美國 對他們來說有什麼影響呢 沒有影響的 最重要是有錢賺 那所以 那間企業的利益 和美國的三億多人的利益 不是經常都align 不是經常都一致的 所以 美國的政府 是要保障那三億多人 是找到他們的就業的機會 所以在特朗普任內 這本書說得很清楚 我已經說過了 他就做了一些很簡單的事情 第一就是說 當他要保護自己的製造業 自己的就業機會的時候 他就要大幅加對方的關稅 加到他一個合理的水平 舉個例子 印度是美國的好朋友 特朗普任內 和印度的關係很不錯 但是這個歷史現實 他繼承了的 情況就是 印度出口的那些 電單車 去美國是零關稅 美國出口去印度的電單車 是收80%的入口稅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說 美國的車 究竟可不可以在印度的市場競爭 我們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同一個產品 美國輸去印度 就是要加這麼重的入口稅 但是印度進來的 又不用收任何的稅收 就是說 如果我們 要麼你就減到大家都零 要麼我就將你那裡加到80% 所以呢 特朗普是用同一個態度 對待歐盟 日本 南韓 甚至台灣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全世界一樣 是不是 這樣 這個情況之下 很多那些經濟學者 就會預測 美國會出現嚴重不景氣 美國就會 其實那些所有入口稅 都會轉嫁在消費者身上 所以會造成一個 惡性的通脹 這個就是 四五年前 四年前說的 那結果怎麼樣呢 結果 去到2020年的1月 當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簽這個 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的時候 美國的失業率 是跌到50年來最低 還有美國的 女性人口的失業率 少數族裔的失業率 和黑人的失業率 全部都是歷史性的最低位 還有一件事 就是美國的勞工階層 那個收入 是在過往的十幾年裡 首次是顯著飆升 就是說不只是給一些廉價的 這些是 怎麼說呢 很低人工的職位 給那些 那些藍領 而是說那些藍領的實際的收入都增加了 那而通脹呢 一直都處在一個低位 還有美國的能源是自給的 那這個就是 Donald Trump做了 他答應做的事情 就是這個Navarro 他作為一個經濟學者 作為這個商業部門的主要顧問 他給Donald Trump的那種的策略呢 是可以使用的 是不是 我不是說要跟你打貿易戰 是什麼叫不公道 那如果你收我稅 那我就收你稅 然後呢 就是用了很多方法 是強迫那些美國企業 將那些製造業的工作的機會 擺回去美國本土 是不是 那些公司呢 其實就是手指咬出不咬入 最重要就是賺大錢 但是 作為一個美國的民選總統 他不是為那些大企業服務的 那所以這個就是Donald Trump 和其他那些總統不同的地方 他是不會聽命 在這個華爾街的 那所以這個Donald Trump這個選舉 是會得罪了很多人 而這裏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一直都不肯下這個判斷 雖然我有很多疑點 就是在這本書的第一頁 Navarro就說 這個用這個沙士比亞的歷史劇 《凱撒大帝》說 這個其實 副總統彭斯就是布魯圖 就是一個海撒對他非常之信任的副手 而他呢 是出賣了他的老闆的 就是說呢 在這個Navarro的眼中 彭斯是一個叛賊來的 那這樣東西呢 我覺得呢 我相信這個Navarro了 其實呢 在這個1月6日那個所謂的暴動 整件事呢 就是民主黨的主要 就是在背後策劃的一場陰謀 而這一場陰謀呢 就破壞了Donald Trump的大計 Donald Trump的大計 其實他不是說副總統有一個憲制的權力 可以推翻那個選舉 而是說在國會認受這些選舉的結果的時候 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作為副總統當時有一個憲制的權力呢 是阻止在1月6日通過這件事 這個是彭斯呢 是出賣了整個川普政府的 但是問題呢 就配合了民主黨策劃的這個陰謀詭計 就是用了這個 就是這個 你看回這本書 大家可以買回來看 就是說呢 其實現在是很多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的 為什麼可以那些 國會山上的警察 是完全不設防 是被那些民眾湧進來的呢 是不是 然後呢 就造成很多 古靈精怪的事情 就是說其實那些1月6日的民眾裡面 裡面有很多鬼 是不是 很多人都不 就是 你無端端去抓鬼當然不對 但是1月6日湧進去國會山裡面那些 其實有很多呢 就是一些臥底來的 那這裡呢 當然是一種推測 是一種判斷 是一種分析 但是1月6日的調查呢 一定要有一個公正的結果 可以 找到的水落石出呢 就根本這一個呢 是民主黨策劃的陰謀 這個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還有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2020年的 11月3日的選舉呢 是完全是出述的 根據奈巴羅所說 就是說 特朗普得到7400萬以上的選票 其實特朗普已經贏了這場選舉 而在這個阿里桑拿州和喬治亞州 包括這兩個州 尤其是這兩個州 密茲根州 韋斯康辛州 全部都有這些問題 但是在喬治亞州 尤其是喬治亞州 在Georgia的Fulton County 和阿里桑拿州的Marikopo 這幾個地方 就已經在現在的調查裡面 出現了很多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其實就已經顯示到 有鮮明的跡象 民主黨大規模是舞弊的了 但是呢 因為那些主流傳媒 是壓制了這個報道 還有那個法院 即是地方的法院 就被民主黨政治操控了 我也說過 我有一集 Biden Magic 是被這個 Youtube 剷走 整集節目被他剷走 裡面就是說 他如何透過司法系統 是阻止這些調查的進行 阻止這些覆核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 共和黨方面 是找不到證據 而是用一些技術的原因 不讓他進行這個追究 是吧 這些事情是違反了美國人的利益 所以這些就是黑幕重重 所以 我自己說的就是沒有用 Navarro 他本身不是一個特朗普的賊男子 他是一個很有自己的信念 一個很有integrity的學者 他忠於 特朗普 因為他們有相同的理念 就是為了美國的利益 為了美國的生存 而去奮鬥 而在白宮這四年 特朗普的政府裡面 有很多那些虛偽的 還有就是奸險之徒 除了彭斯 即是開名指彭斯 還有第一任的國務卿 Tillerson 還有當時聯邦調查局 還有很多人 他都有說 大家拿這本書看看 我一直都 其實 對所有人 我都是不可以說 一看下去就懷疑 但是 如果大家看回 我去年做的點像錄 我對於Tillerson Sassins 還有 這個 這個 Mad Dog Deen九 James Mattis 就是這個國防部長 這幫人 其實我都有很多的批評 因為這幫人 就是Sassins Tillerson 還有 這個 James Pattis James Mattis 這幫人 他們就是 在密謀 就是要做很多事情 是壓制特朗普 施行他的政策 還有他們和那些新保守主義 就是 他們一定要 美國 是窮兵 獨舞 他們不讓 特朗普 在阿富汗撤退 又要他 出兵 打這裏 打那裏 結果 全部都被特朗普 炒了由於 還有 安全事務顧問 H.R. McMaster 他們雖然 是一些保守的力量 但是他們 是看不起特朗普的 這些其實就是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反省 因為這幫 老海鮮 他們覺得 特朗普沒有從政的經驗 所以 他們很興奮地 去蔑視特朗普 但是 在實際上 四年的交往裡面 我們看到 尤其是 其中一個寫了本 回憶錄 就是 數臭總統的 John Bolton 這幫人 其實都墮落了 變成 在支持民主黨 所以 其實現在 美國是黑白分明的 很多人說 美國是兩極化 其實美國沒有兩極化 一般的平民 是頂不住 這個民主黨 但是 因為 那個傳媒 做的 那些 就是 乖曲事實 很多人都 信了一些 謊言 但是 信了這些謊言的人 他們 想選一個 溫和一點的 拜登 他們以為 拜登 是一個中間路線 那我們 怪他都沒有用 但是 這幫人現在都很後悔 所以 如果 2024年 現在我們 不知道 誰會出來 但是 我認為 九成 特朗普會參選 而民主黨 這個 拜登 他本身 他不是年紀大的問題 而是 他的 精神狀態 已經去到 就是 怎麼說呢 已經去到 就是這樣說 這個 老人癡呆 這個是一個 俗稱來的 其實 可以 年輕的人都會癡呆 都有這些 大腦的損害 但是 如果 年紀大了 那個 出現的 病發的 可能性 就會高些 但是年紀大了 也未必一定會有 這種癡呆症 但是 現在 拜登 就是年紀大了 大腦受損 他已經沒有了 治理的能力 就是 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 都沒有 就是 如果 拜登 這個 健康狀態 精神狀態 的一個 七十幾歲的人 他如果 沒事做 他去老人院 都要有幾個 看護去照顧他 就是 他自己的 就是 大小異變 喜居飲食 他的 智力狀態 全部都 急劇衰退 根本呢 就是一個 需要 全天候 服侍的 一個 一個 說得不好聽 一個廢人 所以呢 就是 要再 拿他出來 連任 那個可能性 很低 但是 賀錦麗 又不爭氣 是不是 他的民望 非常之低 所以 民主黨出誰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民主黨 無論出誰 你想想 上一次初選出來的那些垃圾 是不是 其實 都很難搞的 我們 不要理他了 就是說 我們現在猜不到 2024年 究竟 兩邊派誰出來 但是 如果我們看到 一些中間派的人 或者他們 因為信了主流媒體 而是 希望 可以拜登 用一個溫和的 中間路線 去 做一個轉變 令到 特朗普 特朗普 認為特朗普 這種 發神經的人 起碼要押一押他的氣炎 那些人現在很後悔 所以 其實 我們已經分析過了 在2020年的選舉 其實特朗普 這7千多萬選票 很多都是由民主黨那裡 進去 因為 四年前 2016年的選舉 特朗普只有得到 6200萬的選票 他多了千多萬票 他多了千多萬票 千多萬票哪裡來的 很多都在民主黨那裡過來的 所以 我們現在看到 只要我們繼續 是 就是 造成一個 美國的全民運動 民主黨 會繼續 急劇地衰落 和成為過街老鼠 那麼 在這個 2022年的 這個 中期選舉 其實 應該看到的 跡象 他會大敗 所以 無論 民主黨派誰過來 2024年 他們是不會贏的 是吧 但是 如果我們看到 有一些 繼續有些選舉的出術 為什麼 現在 在阿里桑拿州 和喬治亞州 所做的 這些 追究2020年的選舉 結果這些行動 是這麼重要的呢 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放鬆了給他 他承虛而入的話 他到時是可以 繼續瘋狂地造假的 這樣的時候 你無論 民情是怎樣 無論你投什麼票 最後出來 你共和黨都是輸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說 為什麼 拿花奴這個 說法這麼重要呢 就是我們看到 由彭斯 去到 這個 國家安全事務副顧問 博明 去到 共和黨 一些 表面上支持 特朗普的人 例如 Marco Rubio 他都沒有說 反特朗普 雖然在 之前的選舉 那裡 曾經 和特朗普對話 但是在過去 那四年多 他都沒有反特朗普 但是他們這班人 和很多所謂保守派的分析者 或者專欄作家 或者評論家 KOL等等 很多這班人都說 我們要 還有一個 Chris Christie 曾經黏著特朗普 那這班人就說 我們要 不要再糾纏在 2020年的選舉 這個是大錯特錯 這些人就說 那個選舉 好像彭斯那樣說 他已經承認了 這個選舉的合法性 我們不能夠退讓 不能夠承認 這個選舉的合法性 美國三億多人的 民主大國 全世界的民主陣營的領袖 竟然自己可以造假 而造假之後 你要承認他 你不去追究他 任由那些人去操弄 擺佈 如果這樣做法 你以後還有好日子過 所以 這一場仗一定要打下去 關於2020年的選舉 裡面的黑幕 不可以讓他走 不可以放過那些人 現在是一個 你死我回的鬥爭 從通俄門開始 去到烏克蘭事件 他兩次 要調查 又要彈劾總統 又說1月6日的 這個 insurrection 又說要彈劾追究總統 現在對方是打緊的 是不是 所以 這一場仗 是不可以 take no prisoners 一定要打到他死為止 這個打到他死為止的意思 就是在這個法律上 具理力爭 用回美國的民主機制 是將這幫人 成之於法 如果做不到這件事 其實 再下去也沒有意思 但是我們不可以放棄 美國的選舉 是不是 我在香港說這些有什麼用呢 我這個節目有很多 懂得聽廣東話的人 他們在美國居住 他們在美國有投票權 他們會影響到他身邊的人 是不是 有很多我們自稱黃絲的西方人 他們是無理性地仇恨川普的 我們一定要令到這幫人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他們的思想 我們都要令到他們的損害減至最低 他們的影響減至最低 我要說的什麼 我要說的就是真相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就講到這裡了 至於美國的歷史 我會推薦大家看 我會介紹這一本書 不過我不是推薦大家看 因為這本書都很悶 這本書就是A Struggle for Power 就是一位歷史學者 在20年前出的了 就是講美國獨立之前 十三州人民和英國政府之間的抗爭 我們有一個不同的角度去看 其實兩方對壘 究竟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 一個這樣的狀態 但是其實當時美國的十三州 裏面那些鼓吹民主自由的人 他們要打的那場仗 去對面那個 就是那個宗主國 大英帝國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壞 這個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講 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裡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